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啊 他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散布一些让你感觉到是是而非的谣言 到今天他们就说 川普总统要发不好人 拉油 什么法兰克福气 什么大海怪 什么卡丁坤死掉了 一块南西布鲁西被抓捕了 这些谣言满街被抓捕了 川普总统他追求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1号 而且美军获缴的这个服务器 现在已经交到了美国川普总统他自己的律师团队 正在对这些服务进行检查 然后对获取的数据正在按照美国的诉讼程序 然后在各州进行他的诉讼议程 也就是首先是依赖于美国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 昨天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出来了三个人 第一个就是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第二个就是川普总统团队知名的大律师鲍威尔 鲍威尔曾经担任联邦的检察官 昨天主要是朱利安尼和鲍威尔他们两人参加新闻发布会 他们两人是主要 还有一个女孩是站在朱利安尼后面的 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大牛的 其实这女孩是川普总统竞选担对的高级法律误会 她的名字叫曾经安尼 思路清晰 延迟系列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21号 川普总统一定能设立川普总统的大律师林德伍德 接受一个电话采访里面明确告诉大家 从德国法兰克福的这个服务机上面恢复的原始数据显示 川普总统在大选页他已经获得了410张选举人票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18号 林德律师发布了一个推测 这个推测明确说到 首席大法官摩布斯 他涉及到负败 他应该立即辞职 同时上诉法院的联邦上诉法院的大法官就不立验 他也应该立刻辞职 林德律师讲这个话都是有根据的